今天我们继续来聊YouTube Shorts 最近我花时间把YouTube上面 关于Shorts方面的所有的视频 我都看了一遍 官方的或者其他人的测试的结果 如果你关于Shorts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 我应该都能够回答 因为我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今天这期节目的话 我就紧接着我前面几期关于Shorts的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补充的报告 然后我来聊一聊 我接下来准备如何来做Shorts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前面的那些Shorts的视频 我会放到视频的链接区 大家到时候有空去看一看 好 首先我们快速复习一下 Shorts就是在手机上面通过一个叫做相机 相机能够创建的15秒之内的一个短片 如果将来印度的测试向全球推广的话 大家不要对短片相机抱有多大的期望 它就只能创建一个15秒 功能非常局限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是使用正常的第一个 现在已经有的上传一个视频的这种方式 来制作短片 短片只有两个要求 一个是小于60秒 另外一个是竖屏 我上次讲了竖屏并不见得一定是9乘16 可以是方形和以上的都可以 可以是方形的 长方形的 然后一直到9乘16比例全屏都可以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上传一个视频的话 本质上它其实跟其他的视频没有任何的差别 只不过它短而且是竖屏 所以YouTube会给它特意加上一个标签 叫做短片 然后会在短片的歌架里头得到单独的推荐和播放 就这点差别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那么一个大家可能有顾虑的问题就是说 观看的时长不会算在YPP里面 那么我做它还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第二个问题 它不赚钱 注意YouTube的官方的文档里头讲 随着我们不断试验和提升Shorts短视频的体验 未来也许会提供通过Shorts短视频获利的机会 这东西不言而异 你要相信大平台的投资这么多钱下去的话 如果讲其他的短视频平台能够赚钱 那么它一定会用相似的方法 其实前几个月YouTube已经有这种是播带货的 这个明显的信号传播出来了 所以你先占个坑 将来如果你真的短视频爆发起来 你有很多的粉丝的话 也许你就占有了这样一个商业转化的先机在里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一定不要受它不算时间 暂时又不能不赚钱 这两个东西阻碍你 你做这个东西的动力 我反而鼓励大家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都嫌它不算时间 嫌它不赚钱 这正好一个空档期 很多人也认为 我不在印度 所以我没办法玩 所以我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 向大家报告 中心意识就是一个 这可能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如果讲做YouTube从零开始的话 做正常的视频 很难做到一千的话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从我看到的大量的试验的结果来讲 这个短片做得好 涨粉的效果极其明显 我看到过有的案例 一个短片涨粉五千多 这种情况 有的短片观看在几千万次 我们我的观众群里头 也有人一天长几百个粉丝的这样的情况出现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得讲讲 我准备做这个短片的一个看法 首先YouTube的短片 我刚才讲的 它是一个竖评这个形式 那么要做应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如果你要做短片 你就应该全平台做 你要再发到抖音 快手 这边Instagram 这边甚至LinkedIn 然后这个YouTube Shorts 正因为你想全平台发布 你希望做一个视频 不是讲我给Instagram做一个版本 给抖音做一个版本 给另外的Shorts又单独做一个版本 那这个后期的工作量 没有必要的复杂化了 所以你应该希望是一个视频 可以上传到所有的这个平台里头 但是注意 但是每个平台对短视频的规格 是不一样的 那抖音快手 和海外的这个抖音版TikTok 或者是这个Shorts 都是全平方式的9x16这样一个竖评 如果就是我们的Shorts发布了以后 如果没有平台方面的违规的这个信息 你直接发布上其他这个平台 是没有问题的 注意我讲平台方面的违规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你在抖音里头 不能在你视频里头打一个微信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在里面 这个就是你做内容的时候 你这个短视频要是安全的 跨平台都能发布的 比如说我要做关于油管方面的内容 那很显然发到国内的抖音和快速平台上 就有问题 我就应该做这个老胡的长征 人间指南 鸡汤这一类的 那就全平台发布 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内容的安全性 第二个 就是视频的规格 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都是全平方式的 是这个占满屏是9乘16的这样一个比例 但是微信的视频号 它是6比7这样的比例关系 海外的Instagram 它的比例是4比5 就是它不是长这么高的 它是长这么高的 那么当你上传一个9比16的这样一个视频 这么高的 它就会上面给你切掉 底下给你切掉 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你怎么办 我刚才讲的 你如果不嫌麻烦 你就每一个平台单独去做 在比如说 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面 你就又有你的Facebook号码 又有你的其他的各种社交媒体的号码在上面 但是你发现国内不能这样做 然后你单独把内容拿掉 再生成一个短视频 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 反正很短 几十秒 一分钟之内 你愿意后期去这样的做 针对每一个平台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这是我个人认为 作为个人的内容创作者 没有必要这样做 如果你有团队去帮你做这些 那另外一回事 个人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定制每一个平台 你应该做一个跨平台的视频 然后发布到各个平台上面去 所以从视频规格这个角度来讲 我就建议大家 做一个整个长的 就是9比16这样一个的 这样一个竖评的视频 然后你不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头 和这个Instagram会上下跟你砍掉吗 那怎么办 也就是你的内容坐在中间 坐在中间这部分 怎么坐在中间 你拍摄的时候 拍摄一个方形的 1比1的视频 那么你可以讲 我拍摄的时候 无所谓拍的大大的最后去裁剪 也是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呢 我不会那样子做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我拍它一成1比1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将来就在这里头 我没有必要去裁剪 当你拍成一个 比如说这个横平的视频 你就不知道是裁剪的时候 到时候举的这个东西在不在里面 对吧 你有太多太多 有可能写的字又出界面了 这个头可能又出去了 等等等等 或者是这个肚子 大肚皮又出来了 等等这些东西 我现在如果是拍1比1的 那我就知道所见即所得 就没有这些顾虑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9比16的竖屏的视频 这个尺寸是从这个播放器的线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9比16 但是你看我这个视频部分 只在这中间 这个正方块 我里头加的任何的标签 图标都会在这个正方形之内 那么我这个视频 发到微视号 微信的视频号里头 就会从这个地方砍掉 从这个地方砍掉 我这个视频发到Instagram里头 就会像这个样子 Instagram 不Instagram里头 它也会像微信视频 因为Instagram是4比5 所以它也会上下砍掉 但是中间这个内容部分 你永远都是可见的 发在YouTube 抖音和快手里面 就是完整的垂直视频 但是你看起来不会太过的空旷 为什么呢 前面抖音会在这个地方加一大堆 它的链接 点赞 一大堆东西 快手也会在这边加东西 然后底下会加标题 底下会加 你这个频道的名称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底下是一点都不会觉得空旷 然后你这里边还有生成字幕 所以正方形的内容 是能够满足所有的平台 使得你拍摄的内容 画面部分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视频是一个完整的 9比16的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外面相当是安全区 你在微信的视频号和Instagram 这些其他的平台 你该切就切掉 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外面没有任何的内容 不会影响观看的完成度 如果你做一个大的字幕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发现到微信的视频号 把你的底下的字幕 这部分全给你砍掉 这观看体验就跑了 对吧 所以当然你可以讲 为了YouTube Shorts 或者是抖音号快手 这些东西 我做全屏的头顶到这个上面来 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那些时间去处理的话 我是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 当你一个人做短视频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 没有必要花到那个上面 并且正方形的视频 已经足够比那种 长方形的视频 硬放在一个垂直视频里面 观看体验要好很多 当你是一个横平的竖屏 硬放在一个竖屏的 在框架里头 那就看起来非常单薄 因为上下 黑的地方太多了 正方形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所有的这些配置 我都看过了 这就是我最后 从设计上面来讲 我就选择这样一个 可以跨平台 内容安全 那么 我刚才讲的 这个视频的 短视频 不用开头 不用结尾 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开头 不要啰里巴说 自我介绍 打招呼 聊天气 谈感想 开始 你是什么 你就直接开讲 然后最后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你直接就结束 不要背后六秒七秒 还来把自己的品牌 招牌再吆喝一遍 不需要 结束 就结束 大家观看 这个短视频的体验 或者行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在这个地方 我要强调另外一点 就是 这个短视频 它这个观看体验 是在这样一个割架里头 去看它 它看了以后 它是一个一个 大家看 如果全屏状态 就这种状态 然后看了以后 往底下刷下一个 注意 这个地方重点来了 当我们去看一个视频 标准的视频 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封面图 看到封面图讲 它在讲什么 我们会看标题 看短视频的时候 观看的 这个行为 完全不一样 你只会看这个画面 你不会朝底下去看标题 你仔细体会一下 所以 短视频的开头 我以前讲过 黄金六秒 就是第一句话 前三秒 极其重要 直接上来 你就吸引别人注意力 因为它不像看正常视频一样 看了你封面 看了你标题 然后知道你的视频是十分钟时间长度 它期望着已经在那边设定住了 然后点进来 它 它点进来看你十分钟的视频 它是能够忍受你前面三秒六秒的 但是 这个 短视频 人家前面一个正好是十五秒 第二个又是十五秒 好 你来一个 五十八秒 然后你前面十五秒 在那边讲 大家好 我是老胡 大家好吗 欢迎大家订阅 他马上就 就划走了 他不会去看你这个标题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我为什么讲短视频 直接上来第一表中 就要夸张 就要笑 就要跳 就要叫 就要讲 我今天给你讲什么 不需要自我介绍 人家对你好没有兴趣 你要是明星 人家自然就认识你 你要不是明星 你就再讲 我是老胡 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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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胡 没人理你 所以直接就开始出内容 这是短视频 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心得 短视频就这样子 在指尖的滑动之间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故弄玄虚 这是第一集 这是上集 这是下集 第三集 指望人家为了看你第二集 进到你的频道 你这样子 效果适得其反 一定是每一集 都是单独的一个东西 就结束 你应该想办法在一分钟之内 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讲完整 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来暗示它 我还讲别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像 比如说 老胡就会讲 这是老胡笔记 那什么意思 就是老胡笔记 他应该 这是个系列节目 他应该还做了别的笔记 这期节目我挺喜欢他的 他讲了男女之间是否有存友谊 老胡很有趣 那么他老胡系列这样一个笔记 那么我就会 叫什么 订阅 然后进去看他别的老胡笔记 翻出来看看 是这样子 而不是讲 我讲了一半 然后且听下回分解 告诉你 一般的人 没有得比 讲故事的能力 你就不要故弄喧息 且听下回分解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得 做短片 就做短片 不要像抖音那些人 你弄得上中下 然后甚至还弄那个九宫阁的方式 做封面图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不要这样子做 日得气盘 节目 我一直讲的 要往小了做 小型化 那么你做短片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涨粉 就是转换订阅 你不要要求他干别的事情 你就是告诉他 订阅 订阅 因为短片在播放的时候 底下就是一个订阅 和一个频道名称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一个 一旦他订阅了 你下面发新的片 他会收到通知 他会在首页上看到你 他会在小铃铛里头看到你 这就是你唯一的目的 所以千万不要贪得无厌 又要别人第一转发 第二这个留言 第三字什么什么 要求太多了 要求对方干一件事情 请你订阅 就这样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必要 非要说出来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叫什么 通过底下东西可以 可以表达出来 比如说这个 在底下写一个 你要求他的点赞也好 或者是评论也好 分享也好 就这样的要求 你看我在PPT里头 设施了各种各样的模板 长的方的 所以我研究这东西 还花了好多的时间 这些心得 等于是我做的这些功课 走过的这些坎坑 分析的东西 今天拿出来 都分享给你 好了 正如我开头说的 我对YouTube Shorts这一块的话 由于它比较新 内容量比较少 基本上我能找到的所有东西的 文档也好 视频也好 别人测试的结果也好 我对它是充满的期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无论你做任何的内容的方向 都应该来尝试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尝试一个两个 好像不灵 我告诉你 如果你把每一个短片 都认真去对待的话 那么创作的内容的颗粒度比较小 观看别人的观看阻力比较小 因为时间短 然后总的推荐的 可推荐的视频并不是太多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窗口期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 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 哪怕你现在拆开频道 这个正片还没有做多少 那么我会建议你先从短片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的手段 我在直播里头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讲你其他的五分钟十分钟 这样的这个视频 当做是一个散文的话 那这个一分钟的短片就是诗歌 拿出一个创作 这样一个态度来 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 关于Shorts的最新报告 希望大家如果没有看过 抽空把我以前的几期Shorts的节目 也看一下 这样你对YouTubeShorts的理解和认识 就会占到前沿去了 因为我这个是最全面的研究报告 谢谢你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